嗨,我是龙老师 这次分享的是三个初学绘画的建议 这是接续上一集三个学画盲点的单元 帮助您克服学画盲点 在学习绘画的历程中可以持续精进的心法 上一次说明了初学者常有的三个盲点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盲点一,只画自己喜欢的而排斥自己需要的 盲点二,过度依赖老师改画 盲点三,太贪了,反而得不偿失 这个单元来说明相对应的三个有效建议与实际做法 让您了解学画常见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是艺术玩家,艺术的科普频道 我是画家美术老师龙加多 以现代的知识观点分享艺术故事 艺术教学和创作心得 请点选下方的订阅 开启通知全部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推出的更新通知 建议一,要认识自己的目标和现有条件 补强自己缺失的能力 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 每个人的状况能力条件也不相同 在学画的过程中要有阶段性的教学目标 并且慢慢地认识比较长远的学习目标和自己的能力条件 每个阶段性的教学目标都要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 发现哪方面的能力不太够 就要特别加强补足 然后目标就容易实现了 只沉迷于目标而没有合理的执行过程 最后总是无法达成目标的 例如要跑马拉松之前 难道不需要经过体能的锻炼和相关知识准备吗 想要完成一趟旅游 也需要在所有的必要过程中合理的规划、执行 并且支付适当的代价 否则就到不了目的地 要不然就是增加了很高的风险 把自己的目标尽量明确化 如果有老师教 就与老师好好讨论 并且检视自己的能力 条件是否合适 整个完成目标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特别迷茫或者弱化的地方呢 去把这些地方补强 建议二 要将老师改化 视为示范教学 而不是客户服务 要当消费者 还是要成为内行人呢 这是很大不同的选择 你来学化 是要当消费者 还是要成为内行人 当一个消费者可以对所有的服务 直接享受成果 并且片面地针对自己在意的部分 斤斤计较 挑剔 这都是常态 你只需要一次性的付费 并且享受一次性的片面服务 但是当一个经营者 却要依可行的成本 对所有的过程和内容 静静业业 长期投资 很显然消费者只是暂时享受着片面的服务 时常去餐厅消费 吃饭的人 并不会变成厉害的厨师和餐厅老板 你看专业的运动员 每一次的练习都当作比赛吗 专业的表演者 会把每一次的练习都当作上台表演吗 老师的示范应该要针对当次的教学目标 与学生没有达成的学习关键部分呢 要来拆解分析演练 而不是每一次都把习作当作一个完成的作品来修改 这样子一直都在总结性的表演 不是好的 不是有效的教学 过度依赖老师改化的话 你总是会得到一个超过你实际能力的假象成果 这样当然不容易进步 建议三 要认清艺术没有一处可及的学习 科学而扎实的过程就是最快的捷径 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良好教学 是可以加速学习效果提早达成目标的 但没有经过合理的学习锻炼 就想要有很厉害的学习成果以示人 时常想要以不合理的成果 向亲朋好友展示自己很天才很厉害 这种过度的虚荣心是妨碍自己进步 也无法活用的重要原因 说到这里再解释一下前面提到的 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绘画是一个发展了很久的行业 早在文明之初文字都还没发明 就已经开始画画了 这个行业在每个时代 每个时空都有它的发展原因和特性 艺术的价值与意义在每一个时代 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不同 历史是延续的 是演进的 流传到今天的部分很多 而我们现代人的科技 交流 知识累积 艺术产业发展 文化观点等等 都远远比以往丰富非常多 在总体效能与视野宽度各方面 也优于古时候很多 所以在教学的时候 不疑不分古今的 全都应寻造超 最好以现代的科学知识为基础 综合分析之后 再依实际需要设计最适当的教学内容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单元的三个建议 建议一 要认识自己的目标和现有条件 补强自己缺失的能力 建议二 要将老师的改化 视为示范教学 而不是客户服务 建议三 要认清艺术 没有一处可及的学习 科学而杂实的过程 就是最快的接近 画自己喜欢的 并且服以必要的能力 练习 提升 有目标又有方法 这样的学画最轻松而有效 使您可以快乐又有进步的画画 如果您不想错过我发表的新内容 请点选下方订阅 开启通知全部的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来成为艺术玩家 收听到这些节目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